7月20号下午四时许,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越南驻华使馆,调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逝世。 习近平来到越南驻华使馆调宴大厅,大厅里摆放着阮富仲的遗像。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宋的花圈。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以及中联部、外交部、国防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有关人民团体送的花圈摆放在遗像前。 习近平走到阮富仲一向前,驻足莫哀。 向一向三鞠躬。 习近平在调研部上留言并签名。 习近平指出,阮富仲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的国家。 伟大领导者,他把毕生经历献给了越南党和国家,献给了越南人民,献给了越南社会主义事业,深受越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拥护和爱戴。 十多年来,我和阮富仲同志交往密切,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去年我们一道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软富仲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中越关系推动者和社会主义事业同行者,令我们非常悲痛。 我们将永远铭记软富仲同志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党和政府坚定支持越南共产党团结带领越南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我相信,在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一定能化悲痛为力量,在革新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我坚信,中越双方一定会继续一道努力,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越南驻华大使范兴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前来调宴,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向越共中央发出宴电,体现了中国党政府对越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阮副仲同志的特殊感情,越方深受感动,深表感谢。 阮副仲同志生前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为发展越中友谊付出巨大心血,做出巨大贡献。 越方将继承软副仲同志一致,落实好越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将发展对华友好合作作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 推动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继续向前发展。 蔡奇、王毅等参加调宴活动。 参加调宴活动。